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悟 再多的钱 没有了健康 也花费不了 再大的名气 没有了健康 也不过是一场云烟 二 不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就要为了别人的梦想打工 感悟 越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就越是活得辛苦 只有极致的努力 才能配得上极致的风景 三 觉得自己牛逼的人 都是因为圈子太小了 感悟 圈子决定眼界 层次决定格局 做人 最忌讳的就是太自以为是 因为比你厉害的大有人在 四 铁杵能磨成针 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 材料不对 再努力也没用 感悟 做任何事情都要从源头出发 实事求是 倘若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 注定无法到达预期的终点 五 老说你找不到理想的对象 难道说你就成了理想的自己 感悟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不要去追马 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 待到春暖花开 会有一匹骏马供你挑选 六跌倒了 爬起来再哭 感悟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真正的强者 不是不流泪 而是含着眼泪 也不忘继续奔跑 七 世上百分之九十的事 可以用钱解决 剩下百分之十的 要用更多的钱解决 感悟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没事早点睡 有空多挣钱 比什么都重要 八 不要太在意某些人说的话 因为它们有嘴 不一定有脑 感悟 村上春树说 不是所有的鱼 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不管你多好 多么强大 都无法令所有人满意 既然管不住别人的嘴 那就守好自己的心 凡是问心无愧就好 九 毁灭友情的方式 有很多种 最彻底的一种是借钱 感悟 钱 不仅仅是感情的照妖镜 更是人品的试金石 十 热恋时 情侣们常感叹 上辈子积了什么德 结婚后 夫妻们常怀疑 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感悟 婚姻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 哪有什么完美的伴侣 只有懂得彼此包容的婚姻 十一 你若成功了 放屁都有道理 你若失败了 再有道理都是放屁 感悟 你若的时候 人为言轻 强大以后 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 想要掌声和赞誉 就要努力打造自己的硬实力 十二 上班就是要发扬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 感悟 做人 最要紧的 就是要脸皮厚 别怕批评 不惧挑战 撸起袖子加油干 成功不靠运气 你有多不要脸 机会就有多大 十三 小时候 笑代表一种心情 长大了 笑代表一种表情 小时候 哭代表一种伤心 长大了 哭代表一种居心 感悟 成长真是个可怕的蜕变过程 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要学会开心时克制 难过时掩藏 所有的情绪要独自消化 十四 邪要是夹角 世界再大 也与你无缘 感悟 老子 天下难事 必做于义 天下大事 必做于戏 要想走得更远 着眼于当下的细节 很重要 十五 时间就像公共厕所里的卫生纸 看着挺多 用着用着就没了 感悟 稀释的人 会收获颇丰 浪费时间的人 只会于岁月匆匆中途增白发 十六 曾经有多少人劝你不听 如今就有多少人说你后悔没用 感悟 做人 最怕的 就是一意孤行 前行的脚步 不要走得太快 多听听身边的声音 尤其是那些真心 对你好的人 十七 你总说 梦想遥不可及 可你从不早睡 也不早起 感悟 人生最遗憾的是 莫过于晚上睡觉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没有行动的梦想 永远是空想 十八 生活就像新闻连播 不是换台就能逃避得了 感悟 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委屈的 扛得住生活的压力 经得住困难的考验的人 才能笑到最后 十九 闯红灯的一般有两种后果 要么比别人快一分钟 要么比别人快一辈子 感悟 人生总有那么些事情 你该等一等 譬如等候一盏红灯 譬如携手相伴的爱人 譬如期待中的未来 余生还长 不必慌张 沉住气 耐下心 你想要的 时光终会给你 二十 关于明天的事 后天自然就知道了 感悟 未来是由每一个当下构成的 与其其人忧天 活得郁郁寡欢 不如享受眼前 开开心心 过好每一天 凡事无需纠结 幸福不谋自来 王国为说 以我观物 物接着我之色彩 生活是好是坏 关键看你怎样看待 道理是正是歪 也要看你怎样体会 希望这些人生歪理 能让你眼前一亮 也能让你受益匪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奶奶 奶奶坐在院子中间 看着分笔的画面 百灵鸟尿尔龙中叫的欢 但我却不明白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